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显微肌痛和慢性疲劳综合征与睡眠障碍 疼痛与失眠的关系非常密切 多年一来一直认为疼痛后发生的失眠是剂发性的 那么对有疼痛的失眠患者的治疗多关注的是如何缓解疼痛 认为失眠会随着疼痛的消失而消失 近年发现即便疼痛得到良好的控制 许多患者的失眠仍然继续存在 因此改善睡眠已经日益被视为是疼痛患者的重要的内容 这一切个的内容主要是阐述神经肌痛和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睡眠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显微肌痛和慢性疲劳综合征 显微肌痛是以全身广泛性的骨骼肌的疼痛僵硬 并伴有睡眠障碍 情绪障碍和躯体功能障碍的一种临床综合征 全球发病率约为2.7% 睡眠障碍是显微肌痛的主要症状之一 美国有一项前瞻性的研究显示 500名的显微肌痛患者中94.7%的存在长期的睡眠障碍 而2010年美国风氏病学修订的诊断标准 已经将睡眠障碍列为显微肌痛的诊断依据之一 慢性疲劳综合征是一种原因不明的自残性的疾病 发病率约为2.8% 表现为持续6个月以上的反反复复发生的体力及脑力的极易疲劳感和活动能力的下降 伴有头疼、肌肉关节的疼痛、淋巴节的肿痛、咽喉的肿痛、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以及睡眠障碍等 睡眠障碍在慢性疲劳综合中的患者中的发病率高达87.5%到95.4% 显微肌痛和睡眠障碍共病率高的原因尚不明确 有研究显示破坏健康人的慢波睡眠可以导致骨骼肌的疼痛和疲劳症状 而剥夺正常人总的睡眠时间可以使其疼痛的预值下降 而恢复睡眠后疼痛预值、恢复正常也与慢波睡眠得到恢复有关 显微肌痛患者还常常表现对外界敏感性的增加 比如说对噪声、强光、异常气味不能耐受 这可能是由于慢波睡眠破坏之后 神经系统对各种非伤害性的刺激的敏感性增加所致 因此与睡眠相关脑区的功能异常 可使区底的敏感性上升、痛学预知下降 从而产生疼痛和疲劳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发病机制 中枢敏化在显微肌痛的发生和维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是指脊髓及以上结构如脑干、丘脑、大脑感觉皮质 对疼痛传道通路反应性的放大 而脑干、丘脑中的上行网状激活系统也是睡眠与觉醒的调节中枢 因此中枢敏化可能是显微肌痛患者睡眠障碍的发病机制之一 另外粗身上线皮子激素、释放激素升高、生长激素、摧乳素、胰岛素一样生长因子水平降低 同时可以抑制五腔三岸的合成可导致失眠痛觉过敏 还会增加显微肌痛患者脑积液中P物质 P物质又可通过神经基态途径影响疼痛和睡眠 慢性疲劳中和征患者睡眠障碍的发病机制研究比较少 慢性广泛性疼痛、睡眠障碍和主观性功能障碍 是显微肌痛患者的核心临床症状 全身广泛性的疼痛和广泛存在的压痛点 可以鉴于所有的患者 临床上最常见的睡眠障碍为失眠 以入睡困难、容易觉醒、多梦和早醒为主要表现 无恢复感性睡眠是显微肌痛者最具特征性的睡眠障碍 表现为即使睡眠时间足够 患者也感到睡眠后疲乏 没有精力和体力恢复感 疼痛症状容易在低质量的睡眠后加重 此外 显微肌痛患者往往会夸大自己的睡眠障碍症状 对失眠的主观感受比客观检查的结果更差 对睡眠时间的评估与实际的睡眠往往相差 一到两个小时 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的睡眠障碍 与显微肌痛症患者相似 显微肌痛患者PS表现为睡眠潜伏期的延长 睡眠效率的降低 慢波睡眠和RAM睡眠的减少 在非RAM睡眠期可记录到较多的α节律 表现在原有的慢波睡眠的基础上 重叠出现α节律的脑电波 即所谓的αdata睡眠 在NRAM期睡眠中 脑电循环交替模式比例高达68% 提示显微肌痛患者睡眠稳定性差 睡眠质量下降 慢性疲劳综合症的PSG检测显示 总体的结构和正常没有明显的改变 没有发现αdata睡眠 且患者NRAM2737的睡眠和RAM睡眠的α节律减少 但是该类脑电循环交替模式比例高于正常 这可能是患者无恢复感睡眠的主要原因 那么他们的诊断呢 主要是包括临床症状 详细地询认临床的表现与睡眠有关的病史 皮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睡眠质量数量等级等 用于评估患者的睡眠质量 当然PSG是进行睡眠评价的基因标准 比如说可以记录到αdata睡眠 CEP出现率高等等 那么他们的治疗呢 分为非药物治疗和药物治疗 非药物治疗主要是帮助患者建立对睡眠正确的认知 养成良好的睡眠生活习惯 增加白天的体育锻炼 规律休息 改掉存在影响睡眠质量的不良习惯 物理治疗方法可以有效地改善睡眠 超声波 精炉滋瘤 电刺激 可以增加慢波睡眠 还可以进行有氧锻炼 放松疗法 生物反馈 认知行为疗法 催眠疗法等等 那么它的药物治疗方面呢 目前没有针对无恢复感睡眠的治疗药物 但是普瑞巴林 杜罗西丁 米纳普伦 三种药物在缓解显微肌痛患者疼痛症状的同时 对睡眠也有明显的疗效 另外三盘类的抗抑郁药 如阿米P0可以改善阿尔法德特睡眠 加巴喷丁可以改善疼痛和抑郁症状 增加总的睡眠时间 甘马氨基丁酸受体激动剂 羌丁酸钠不仅能够减少疼痛 缓解疲劳 沉浆 还可以减少入水后觉醒时间 增加菲兰二期睡眠和慢波睡眠 提高睡眠质量 非本而弹着类的药物可以改善睡眠 但是对阿尔法德特的睡眠没有影响 也不改善疼痛 所以在治疗时 我们可以选用三怀类抗抑郁药 选择性的五强三胺再摄取抑郁剂剂 非本而弹着类的药物 改善睡眠障碍 缓解疲劳和减轻疼痛等等 那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我们了解到了显微肌痛和慢性疲劳综合征 与睡眠障碍之间的关系 改善睡眠障碍 可以使上述两种疾病得到有效的缓解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